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下我們家的學生 你說Cowda嗎?講話嗎? 沒有 肯定沒有 108是罷工活動開始之後的第一個行班 職業公會的會員能夠支持我們這一次在罷工 然後在24號零點之後就開始參加罷工 職業提供華航的導務 所以你是來希望他們 我們是來勸導我們的會員 所以目前為止有沒有已經有我們的會員被你們勸勸 你看背後有這麼多的班取消 我想我們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你們有沒有一個 大概什麼時候要結束這樣 因為明天從6點到10點幾乎都取消了 那你們大概有什麼時間點是你們決定要停止你們的時間 其實這個時間最後的決定並不是公會決定 而是要看華航那邊什麼時候 要真正常開行動 來跟我們坐下來好好的把事情長進去 所以如果他能夠盡早把這些事情離併 離親之後 事實上罷工 隨時都可以取消 所以你們今天還沒有任何的決定嗎 今天沒有任何的決定 暫時會 因為明天馬上就要換新的董事長 是 那你們想要什麼話 你們對董事長說 相信董事長也跟我們的罷工活動一樣加加油 叫他 要能夠認識 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老公的環境 資方不能夠在什麼議題上面都自己不說了就善的樣子 在沒有跟老公之間達到足夠的互信互助的公司之前 資方應該要先撤除他自己這些還不合理的 還有此條件的分感 然後回來跟訓練會好好講清楚之後 我們才有更進一步的其他的 包括比如說 罷工活動之類的 然後開行修取消之類的東西 他們會再繼續看下去 再過了5月12點請我們會員暫停 請我們要加入我們的罷工 請不要加入我們女子拒絕84-1奴公條款 請我們要不要支持我們 請一起配合公圍罷工 請加入我們的罷工 配合公務員罷工 謝謝 配合公務員罷工 支持公務員罷工 配合公務員罷工 配合公務員罷工 你們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回台北報道 請配合公務員罷工 請為自己爭取合理的休息時間 配合公務員罷工 請配合公務員罷工 跟我們一起爭取 請自己想想自己現在的勞動狀況 有國家惡劣 請配合公務員現在公務員罷工 請配合公務員罷工 要罷工 不止一起 要罷工 不止一起 請配合公務員職業公務員罷工 請配合公務員罷工 因為像這個原本是紅眼的航班的話 我們目前依照現在的派遣原則 可能就是大概是十一個人 然後有可能打來回 就是來來回班這樣子 那但是他目前就是一個門一個人 這個情況就是我們公司 所謂報局的最底派遣原罷 請配合公務員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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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一起 要罷工 不止一起 要罷工 不止一起 要罷工 不止一起 請配合公務員 請配合公務員罷工 請大家拒絕 請拒絕幾部老物 請搭配我們的辦法 請大家 一起爭取合理的修辭 請跟我們站在同一線 謝謝 要罷工 不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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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是宣布開始終止提供勞務 那所以我們今天來到這邊的目的就是要勸說 不管是會員還有非會員 就是希望他們能配合我們罷工行動 不要再為虎作章 然後為華航提供勞力 然後讓他們能順利的飛行這樣 那因為他這樣會破壞我們罷工的效果 那我們會希望他就是能配合我們 然後讓我們能為所有華航空員 然後去爭取到一個合理的休息時間 那也讓大家真的像一個人 能好好休息 然後能有好好休息時間 然後維持我們自己人應有的尊嚴好好 那就是因為現在其實華航 因為這一次罷工 他其實把很多航班都給取消掉 那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的行動大概就到此為止 那接下來在5點20分的時候 還會有一班就是190號的班式 他們等一下還會過來 所以等一下我們還會有一批的華航空服員幹部 以及組織者會過來 繼續向我們的會員及飛人勸說說 應該要配合我們罷工行動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行動就到此為止 那謝謝大家過來配合 好那最後我們喊一下口號 要罷工 要罷工 不執勤 不執勤 要罷工 要罷工 不執勤 不執勤 要罷工 要罷工 不執勤 好謝謝大家 謝謝